有关人大新发布会的更多内容马上来联系特派记者谢倩 谢倩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午的发布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好的 那么目前我了解到呢 这一场新闻发布会仍然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那么除了这个预算 包括会期问题以外呢 这个人大 这个反腐败立法 国防预算 中日关系 钓鱼岛争端等等问题呢 也在现场媒体关注的这个焦点之列 那么在人大会议召开之前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呢 其实历来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那么今天早上十点钟 这个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这场新闻发布会 已经有排着长队的这个媒体在人民大会堂外呢 等候着这个入场 那么在前方同事也告诉我 在这个进入了会场之后呢 这个摄像机一路是从这个摄像机一直排到了大会主席台的两侧 可想而知这一场新闻发布会也是相当受到了关注 那么新任的人大的新闻发言人 复营也是首次亮相 那么他和前任李肇星一样也是外交部的这个 外交部的副部长 也曾经担任过中国注英的大使 目前仍然是外交部的副部长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 他现在这个留给媒体的印象啊 一头银色的卷发 温文尔雅谈吐 包括这个没有官腔 都留给了媒体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 那么今天的发布会结束之后呢 明天上午的9点 第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呢 也将在这个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 那么整个的会期呢 将会有12天半 计划将在3月17号闭幕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 在本届人大上啊 这个新当选的代表呢 占到了这个近三分之二 也可以说来自一线 来自这个工人农民的代表数量呢 有所增加 那么相信这些新生代的这个加入 也会为这个本次的这个会议添加新的活力 那么我们也期待着这个代表的亮相 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忠实履职 不负名义 主持人 好的 谢谢谢倩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